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69集的节目 年假应该是最后一天 虽然我是没有年假的人 但是也是要跟各位说一声该收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是我前一阵子一口气入的几款玩具 最后一款 世代精选系列的票券 那其实它是这个 遗产 也就是官方下一次主力产品中的玩具 它算是第一波了打头阵 说明书的话呢 变得好像更薄了一点 然后越来越有 就是扭蛋的那种说明书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也不用看说明书了 这个模具的话 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 在先前的话呢 应该是地球崛起 有一款绿色的这个脱吊车 也就是划车 然后呢 这两个模具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以涂装来讲 这一次整个红色 还有鹅黄色 应该说亮黄色吧 那这台车子的话呢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显眼 那我们也顺便的呢 将也是跟它同样的基础模具的 开路先锋 一起做个对比 三个的话呢 摆在一起 如果说我喜欢哪一台的车型 我会比较喜欢开路先锋 它后头的话呢 是整个包袱的比较完整一点 而且它的黑色啊 也是比较好看 虽然有一些色差 那挡风玻璃的话呢 也是深色的 波派的标志印得非常的清楚啊 这个整个车子的线条 我觉得是最好看的 划车呢 则虽然没有这么完整的外表 可是呢 它的后方呢 多了一个可以脱掉的这个装备 那这个武器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 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是要放到侧边的 它这个部件的话呢 是可以拉出来 然后放到后面 往下一拉一扣 这里还有一个轮胎啊 它是可以脱掉其他的 这个小型的车辆用的 那不管怎么说呢 这一次的模具的话呢 是使用了滑车的模具 两者呢 在涂装上的话呢 就是颜色的不同 以及它没有战损的涂装 侧边写着一个轻胀车的英文 那比较可惜的是呢 两个地方 第一 这个模具共通的缺点 机械的手 露在前方 非常的明显 其实包括整个后面 这一块 都是一个累赘 那这个就不提了 以跟其他两款相比 它的侧边 水蓝色的前面的挡风玻璃 但是到了侧边 这样子分割起来 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了 滑车因为是黑的 可能感觉还没有那么样的明显 然后车子的后方 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 所附带的结构啊 跟滑车都是完全一样的 从这个地方往下扣下来 一样是可以拖得住的啊 那这个就给各位做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展示 整个涂装呢 我这一款的话呢 还算OK啊 尽管说银漆啊 侧边有一些溢出或怎么样 但是作为一个美版的玩具 这也不要求的太多 车头灯是透明部件啊 然后这个部件 我们就暂时的再把它往上收回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款票券的变形过程啊 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个 前面的引擎盖往上掀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后面呢 一共有六个卡扣要解开 这边有一处两处三处 那对应边也是一样的 那第一个步骤 我会先从这边拉开 从这个地方拉开啊 从这里由下往上拉开来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把它往上翻上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里往上翻上去 把这六个卡扣通通都给解开 再来的话呢 这个比较简单啊 这个脚的话 从这里翻开下来 直接将腿部往外翻就可以了 这个黄色看起来真的是还蛮舒服的 再来的话 在这个情况下呢 把这个引擎盖往下翻下来 往下翻下来的时候呢 这里是有一个卡扣要卡进去的 这里 它会有一个卡进去的感觉 在这边 这个两个黄色的小凸啊 是要扣进去红色的这个引擎盖里头的啊 它会有一个卡住的感觉 然后手臂的话呢 就直接的往下翻 翻下来到这边 把额头肌的部分呢 做一个转动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把这个车子的背包这个部分呢 可以先把这个双动关节先拉开一点点 方便我们把头呢给翻出来 然后呢这个双动关节往上面提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 在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下去啊 整个变形的话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 我们稍微做一个四肢比例的调整 后方的小翅膀往上抬起来 最后它这个武器啊 我在手上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 红黄配色应该说是戴亚克龙 配色的票券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其实票券这个人物呢 网上呢大概很难找到关于 它的人物背景资料 它应该就只是一个滑车的 戴亚克龙的配色而已了啊 那我们也顺便的呢 将开度先锋 拿出来一起做个简单的对比 相比较之下 这个红色跟亮黄色的票券 感觉非常的显眼 我个人觉得它挺好看的啊 看上去很有活力的一个配色 那整个关节的紧实度来讲呢 我觉得呢 甚至比前面两款的话呢 还要再紧实一点 把玩起来的手感 一般来说呢 重图的模具呢都会变差 但是唯独这一款呢 我觉得它的把玩手感呢 居然胜过前面两个模具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前面两个玩具 我掰的时间比较久了 还是怎么样啊 反正我是觉得这一款 摸起来 还有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挺实度啊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舒服 很OK啊 那可动的话呢 给各位做个展示 腰部可以转动 脚前后左右踢 那膝盖由于变形的关系呢 可以弯超过于90度 然后这个接地啊 连接地的这个关节也是比较紧的 然后这里多了一个小小的 一个过渡的造型 那整个一个手臂的一个转动度 那也是不在话下 可以手肘弯超过于90度 内部有一些空洞啊 头雕的话呢 是一个戴口罩的一个表情 然后摆动作的话呢 由于有接地的关系 所以也不算太难站好 那比较可惜 它这个模具就是说 后面这个板子 是跟着手臂一起动啊 有时候是稍微嫌 有一点别扭而已了啊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就是一款异色版本的 铜模具 那骗钱色吧 你要这么说也是可以啊 前几集的留言里头 有一个人说 这个狐狐奇色 其实就是个官方铁粉吧 什么六八家玩具 什么都是骗人的啊 反正就是官方铁粉啊 骗钱色都满 这个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这个还是那么一句话啊 玩具的话呢 看着顺眼 然后我觉得 摆起来顺手 来回变形 不会太烧脑 不会浪费我很多时间 完全就是舒压 功能如果很强大的话呢 我就会给它一个高分了 那么这款玩具呢 还不赖 价格也很便宜 台币不用700 我买是算首发预定啊 不到700块钱台币 就入了一个 那我觉得还OK 蛮不赖的 那就利用这一集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